婚礼当天,妻子初恋酒驾撞上了迎亲车 爆炸发生那一刻,我将妻子紧紧护在身下 蹦践的碎片全部没入我的身体 在我生命垂危之际 却只看到妻子穿着婚纱 推开我,奔向自己的初恋 今天是我和谢威大喜的日子 可谢威的初恋却驾驶着面包车 踩足油门,狠狠地撞上了我们的婚车 在被消防员从变形的汽车中解救出来的时候 我的眸光已经涣散 只是,远处穿着白色婚纱 守在她初恋身边的妻子 却在我的眼前越来越清晰 我的耳边还回荡着她,推开我时的怒吼 李玉清,你想死就自己去死 我要去救余浩 说完,就毫不留情地掰开了我抓住她的手 提着裙摆,快速向另一辆汽车奔去 我还记得,在爆炸刚发生的那一刻 我迅速翻身将妻子谢威护在身下 蹦裂的碎片全部没入我的身体 而谢威却安安全全,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看着我不停流出血的伤口 她本来还有一点惊慌 流着泪问我,感觉怎么样 可当她看清楚撞上来的车的车牌号时 立马脸色变得煞白 余浩,那是余浩的车 她,她肯定是舍不得我 谢威哽咽着,语无伦次地说道 不行,我不能抛下她 我要去救她 说完,不管我被变形的车门所紧紧挤压的双腿 推开我就要去找余浩 我以为,她的车没有什么损伤 肯定没什么事情 可是我的腿被卡住了 你能不能先帮帮我 腿上传来的疼痛感逐渐变得麻木 我能感受到腿上血液的流失 我低声下气地恳求着谢威 只求她能够转过头来看我一眼 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我希望她可以为我考虑考虑 你还有脸说腿疼 都怪你 明明是你非要半婚礼刺激余后 这才造成了车祸 我不管,我现在必须去救她 你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谢威眼神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们的车子 我透过破碎的玻璃窗看向谢威 只见她提着裙摆 向余浩那里跑去 看着谢威毫不留恋离开的身影 我心底只弥漫上一阵绝望 每一次都是这样 被抛下的人 永远是我 我再次回神 却是飘在空中 亲眼看到医生为我盖上了白布 而与我相隔的另一间病房内 躺着的正是安然无恙的余昊 被我护在身下 现在完好无损的谢威正趴在她的病床旁边 梨花带雨地听着医生的叮嘱 患者现在问题不是很大 只是腿上的骨头有些许错位 需要养一养 谢威听到医生说要好好养一养 立即抓住医生的手 慌张地问道 医生 那请问现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呀 或者需不需要吃些什么东西 来给她补一补身体 见着谢威一脸着急忙慌的样子 我心里只觉得 像是被锋利的刀刃 划开了一道口子 痛得我无法呼吸 光是看这幅场景 只怕所有人都会觉得 余昊才是谢威的合法丈夫吧 这位夫人不用担心 给您丈夫煮些骨头汤喝就足够了 那医生收起病历单 笑呵呵地看向谢威 对了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日子吧 祝你们新婚快乐 看您这么关注您的丈夫 看起来你们很恩爱啊 真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听着医生的祝福 我看着原本哭得楚楚可怜的谢威 脸颊泛起一层羞涩的粉 有些不好意思 哎呀 不是这样的 谢威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就听见一声闷横传来 一下子就吸引了谢威的注意力 我这是怎么了 于昊一脸迷茫的样子 像是刚刚从昏迷之中醒来 我看着他那做做的动作 只想冷笑 早在医生进门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眼皮微动 偷描谢威的样子了 可他却一直装作昏迷的样子 偏偏在谢威想要反驳他们身份的关键时候醒来 狼子野心不言而喻 但是谢威却丝毫没有发现 此刻一脸担忧地扑到了于昊床边 轻轻握住他的手 柔声问道 你没事吧 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一旁的医生也跟着附和道 幸好你醒来了 你可是不知道你妻子有多么紧张你的情况 听到医生这么说 于昊转过头 满眼深情地望向谢威 谢谢你 在我需要的时候 永远都陪在我的身边 你永远都是我心里的天使 于昊双手回捧住谢威的手 轻轻揉搓着 眼中的爱意就要化作实体 狠狠击中谢威的心 没 没关系 谢威红着脸 悄悄抬起眼睛看向于昊 为了你 我一直甘之如頤 就在两个人你浓我浓 甜蜜的如胶似漆的时候 只见一名小护士跑了过来 请问 你们谁和一起被送来的那个车祸患者认识 病房内积蓄起来的甜蜜氛围 瞬间被打乱 谢威拉下脸 像是不满被小护士的打扰 挥了挥手 不耐烦道 干什么 这么没眼色 没看见 我们现在没空吗 那小护士 依旧看上去十分着急 是这样的 刚刚那位患者失事了 我们需要联系家属签字 说着 将手上的死亡报告 就要递给谢威 原来我真的死了 现在 谢威看见我的死亡报告 总该会为我难过那么一下了吧 可是 下一秒 我却看着谢威 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抬手打落了小护士 递给她的死亡报告 与其恶脸 你是不是黎玉清找来 叫我回去的 你告诉她 我要赔于昊 没工夫回去 还造假死亡报告 她可真是长本事了呀 谢威伸手不断地指指点点 我才发现 原来她对我的厌恶 居然那么深了 要不是她争风吃醋 于昊怎么会进医院 我之后可是要找她算账的 我眼睁睁看着那小护士 被谢威说得面红耳赤 却依旧坚持到 黎玉清病患确实已经死亡 请名接受遗体 于昊在一旁 也装作好心地劝道 喂喂 你就回去吧 说不定玉清哥真的需要你呢 听到于昊体贴的话语 谢威立即转头 便回了一脸感动的样子 和刚才横眉冷对的面孔比起来 就像是换了个人 昊哥 还是你人好 都不在意黎玉清伤害了你 你放心 我会让他给你一个交代的 看着眼前于昊笑的温柔的脸 我只觉得讽刺 明明上一秒 他还在幸灾乐祸地偷笑 下一秒却能装成这般温柔 而善解人意的结语花 真令我恶心 果然在于昊的挑拨下 谢威这下再也没有了耐心 动手拉扯着那小护士 你回去告诉黎玉清 让他不要闹了 赶紧过来给于昊道歉 要死也死远点 别让我们沾染上晦气 说完 还狠狠将小护士一推 推出门外 用力甩上了门 我看着站在门口 脸胀得通红 想哭的小护士 只觉得 以前那个温柔善良的谢威 已经消失 再也不见了 未未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想到 我租的房 居然那么快就到期了 房东也不早说 我看着于昊 跟在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谢威后面 进了我家的门 只觉得胸中一股怒火涌了上来 昊哥对我还这么见外干什么 都是黎玉清 害你出了车祸 才没续租上 没关系 住我家里就好 谢威腾开双手 从口袋里取出钥匙开门 将于昊迎了进去 看着许多天没有住 已经落满灰尘的地面 脸色发黑 毕竟 在我们家里 谢威从来都没有做过家务 我爱慕谢威多年 只不过我的暗恋 一直悄悄埋在心底 直到谢威和于昊 约定领证那天 于昊放了他的鸽子 谢威为了弃于昊 叫来我这个备胎和我领了证 我当时只觉得天降馅饼 一时之间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谢威结婚的请求 婚后 我只觉得是我占了便宜 亏欠了谢威 因此 在家里 事事成包 没让谢威做过一点家务 谢威工作回到家后 等待着的永远是热乎乎的饭菜 和早就摆放好的拖鞋 眼下见到屋子里全都是灰尘 自然心生不满 郁清这还是没有出院吧 看样子 他伤得确实有些严重 我看着于昊 牵起谢威的手 轻轻拍着 要不然我们去看看郁清哥吧 毕竟也是因为我的缘故 郁清哥才不愿意回来的 看着于昊一副惺惺作态的样子 我只觉得恶心 而谢威 则是最吃他这一套 见状 立即变了脸色 真是给他脸了 明明是他害你出的车祸 你还这么关心他 他甚至还装死 真是不要脸 谢威翻了个白眼 张口怒骂道 也都是我不好 是我舍不得你 这才不小心导致了车祸 于昊苦笑两声 揉了揉自己的脸 听了于昊的话 谢威立即一脸心疼地反握住他的手 安慰道 浩哥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明明是黎玉清故意刺激你 非要办婚礼 这才导致出了车祸 和你没关系的 说着 还拍了拍于昊的手 浩哥可千万不要太忧心了 看到浩哥这么忧愁 我可是会伤心的 于昊此刻像是被谢威所感动到 眼眶微红 手抚上了谢威的侧脸 薇薇 你真善良 就和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我看着谢威的脸迅速变红 眼神不好意思地四处乱瞟 然后 就看着于昊低下头 离谢威的脸颊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我的双拳握紧 咬牙切齿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想用力推开他们两个 却一次又一次穿透谢威的身体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于昊逐步靠近 贴上谢威的嘴唇 谢威羞红了脸 紧接着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顺从地张开了嘴 而我 只能站在一旁 近距离地围观眼前发生的一切 除了愤怒 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我眼睁睁看着于昊抱起谢威 就要将他放到我们主卧的大床上时 谢威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看着电话页面写着 李玉清他妈这五个大字 心里突然一阵揪心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又挂断 一直重复了三四遍 才被正沉迷在和于昊亲热的谢威接起 他撩了撩自己被汗粘在脸颊上的发丝 不耐烦地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恶声恶气地说道 干什么 这么晚了打电话 谢威开的免提 我听见手机对面传来了母亲哽咽着的声音 喂喂 玉清去世了 你知道吗 本来已经被谢威伤得麻木 而没有知觉的心 一下子再次泛起阵阵酸楚 心痛得我像是再一次经历死亡 我自死亡以后 第一次涌现出想要哭的欲望 发生车祸 被破碎的玻璃扎进身体中时 即使我疼痛得难以呼吸 我没哭 谢威抛下我 一下一下摆开我的手指 转身去找于昊的时候 即使我的心像是被剖开一样 我没哭 在谢威当着小护士的面咒骂我 维护于昊 甚至将她带进家里行不轨之事的时候 我也只是愤怒 不愿为她哭泣 可是 我现在 听到母亲哽咽着询问谢威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再一次破碎 碎成了一片一片的 再也无法拼接起来 大滴大滴的泪水 从我的眼眶中不断涌出 像是关不住阀门的水龙头一样 再也停不下来 你在胡说什么 你也帮着黎玉清骗我是不是 谢威不耐烦的地怒吼 混合着我的泪水 一起滑落在地面上 不是的 威威 玉清真的去世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医院 在接收她的遗体 你快点过来吧 母亲哭泣着的抽泣声 顺着听筒传了过来 我想要离开这间房间 去看看母亲 可是 就像是有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挡着我 不管我多么努力想要冲过去 却一直被阻挡 我愤怒地垂击着屏障 却没有任何作用 只能无力地顺着屏障下滑 我看着谢威根本不在乎我妈说了些什么 只一心挑逗着于昊 她为了婚礼而做的大红色美甲 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她伸出右手食指 指尖绕着于昊的上半身打着转 于昊则将她扑倒在床上 困在双臂之间 轻轻亲吻着她的发丝 别说了 烦不烦啊 李玉清要死 就让她去死吧 别打扰我睡觉 谢威根本没空搭理我妈 此时不耐烦地说了两句 就想要挂电话 而此时的于昊则突然发出 嘶 的一声 这一声明显传到了电话那头 我听到母亲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 威威 你旁边是谁 郁清才刚刚去世 你不能这么对她 我听见母亲崩溃的呐喊 以及最后的大哭 恨不得上去掐着于昊的脖子 问她是不是故意的 而谢威此时 则变得手忙脚乱起来 惊慌地挂断了电话 抱歉啊 威威 你刚刚不小心划到我了 我有些疼 才没忍住 于昊又是这样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她知道谢威就吃她这一套 不管她是不是故意的 谢威都会原谅她 我愤怒地捏住她的领子 想要揍她 可是我的手却徒劳地 一遍又一遍地穿过她的身体 碰不到她的一丝汗毛 谢威果然脸色羞红地扶过于昊的肩膀 语气焦滴滴的 没关系 反正我之后会立即和李玉清离婚的 不管她提出什么条件 我都要和她离婚 再嫁给你 谢威一脸娇羞 慢慢靠在于昊的肩膀上 谢威此时正沉浸在和于昊的甜蜜之中 自然就错过了于昊在她身后的表情 我看着于昊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 一直保持着的完美笑容 也像是面具一般裂开了一条缝隙 喂喂 你真的要和于清哥离婚吗 我不想拆散你们的 李玉清的双手 在谢威肩膀上来回妈撒 试图劝她收回和李玉清离婚的想法 谢威敏锐地坐了起来 浩哥 你什么意思 你不想娶我吗 谢威看着于昊的双眼 不满地撅起嘴 不是 怎么会呢 我做梦都想娶到我们巍巍的 于昊双手 环抱住谢威的腰 在她耳边说着甜蜜的情话 很快就哄得谢威乐不思蜀了 第二天一早 我就听到了 门板被大力敲击的声音 我看见谢威不耐烦地揉了揉头发 从于昊的怀抱里正拖出来 前去开门 我看见母亲一把推开挡在她面前的谢威 直直朝床边冲去 就是你 害死了我儿子 母亲举着包不停地 向于昊身上打砸着 谢威刚刚被推开愣了一下 此时也反应过来 冲过去拦住我妈 你干什么 疯了吗 听着谢威毫不客气的话 我忍不住捏紧了拳头 我看着母亲 颤颤巍巍地伸出食指 指向谢威 你还要不要脸啊 玉清刚刚去世 你就和别的男人滚上了床 而且 她还是害死玉清的凶手 谢威听了母亲的话 再一次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明明是黎玉清非要办婚礼 这才导致了车祸 你别胡说 而且 别再编谎话了 我走的时候黎玉清明明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死了 于昊此时也醒了过来 眼眶微红 抱住了谢威的一只胳膊 威威 不要这样说 都怪我太爱你了 才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 说着 还裹着被子站了起来 对着我妈鞠了一躬 阿姨 请您不要怪威威 是我引诱了她 她没有做错什么 要怪 您就怪我好了 看着抹眼泪的于昊 谢威一下子心疼起来 伸出手 碰了碰于昊 看上去已经红彤彤的眼圈 心疼地冲着我妈骂道 你听见了吗 多怪你那好儿子 要不是他 什么都不会发生 你告诉他 要死就赶紧死 死前也给我把离婚协议签了 谢威冷酷的话语 让我妈情绪激动起来 我看着她的身体 因为情绪激动而颤抖起来 不停地晃动着 你 我听着母亲的声音 里面都带上了颤音 看着她苍白的脸色 开始害怕起来 我妈具有高血压 不能情绪太过激动 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倒像是再次发病了 我颤抖着伸出手 想要抓住母亲摔倒的身影 却只徒劳地抓住一团空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摔倒在地 脑袋重重地磕在床脚 顿时就有大量的鲜血涌出 谢威这一下子也慌了起来 连忙拨打了120 我看着救护车将母亲带走 顺利地抵达医院 经过检查 显示是脑出血 现在就需要做手术 医生将母亲送进了手术室 象征着手术中的红灯亮起 我失魂落魄地半蹲在手术室门口 希望第一时间得到手术结果 就在我一心关注着手术室内的动静时 耳边突然传来了谢威暴怒的声音 喂 神经病吧 你干什么 我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谢威此时捂着脸 依靠在于昊的怀里 对着对面的女人怒目而视 看到站在对面 和谢威对峙着的女人的长相 我突然愣住了 居然是瞧瞧 我打的就是你 你这个贱人 乔乔将手里的包扔在一边 看上去似乎还想给谢威一巴掌 这一次 却被于昊提前握住了手腕 不过 下一秒 于昊就被乔乔反握住手腕 膝盖向前一顶 就将于昊整个人翻了个身 让他跪在了地下 浩哥 你没事吧 谢威看到 他亲爱的于昊 被乔乔这样对待 立即扑上前去 就要拽乔乔的头发 乔乔将于昊往前一推 让他趴在地下 接着又闪身躲过 扑过来揪他头发的谢威 反手又是一巴掌 我告诉你谢威 郁清哥已经被你害死了 要是伯母再出现点什么问题 我绝对和你没完 乔乔反手抓住谢威的头发 向后拽住 让他抬起头来 你们最好祈祷 伯母没有事情吧 说完 就一松手 谢威顺着他的力道向后倒去 也摔在了地上 于昊还想反击 却被乔乔捏着手腕 踹着跪倒在了手术室门口 你就跪在这里 给伯母和郁清哥赎罪吧 笑话 这两个人还想和乔乔拼武力直 乔乔可是学习了散打 太拳 跆拳道 武力直MAX的女人 看着乔乔收拾这对狗男女 我的心情比之前舒畅了许多 乔乔是我的青梅竹马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情义深厚 之前他就劝过我 让我不要和谢威结婚 可惜我却像是中邪了一半 和他大吵一架 现在看着他维护我和我妈的样子 我的心里涌上了一阵难以言说的愧疚 我看着乔乔 一直守在手术室外面 直到红灯转绿 看见医护人员的出现 乔乔迅速赢了上去 我也赶紧跟上 请问结果怎么样 乔乔面上的担忧和着急不似座位 他紧紧盯着医生 渴望得到一个好消息 请您放心 病人手术很成功 只是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没问题后 家属就可以进去探视 听到母亲没事 我踢起来的一颗心 才终于回到肚子里去 伯母 您没事吧 母亲顺利转为为安 我跟着被乔乔武力 胁迫着请到病房的谢威 终于看清了母亲此时的样子 母亲此时身上插满了医护用的管子 身边开着许多监视器 整个人看上去疲惫又痛苦 乔乔走到床边 握住母亲的手 轻声问道 母亲此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只能看着乔乔的眼睛 摇了摇头 本来十分平静 但是在目光接触到余昊和谢威的时候 突然激动了起来 口中发出呜呜的喊声 伯母 您别激动 我找他们来 也是为了做得了断 你也不想看着郁清哥在地下不得安宁吗 乔乔的尾音 已经带着些许颤抖和哭腔 她握着母亲的手 轻声安抚着 果然 听到乔乔提起我 母亲眼里一满了泪水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 算是默许了乔乔的话语 这是我代表伯母 和郁清哥你的离婚协议 要是没问题 你就签字吧 我看着乔乔 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包里 掏出来一份文件 将她递给谢威 谢威听到是离婚报告 立即接了过去 只是却没有签字 反倒对着乔乔怒目而视 好啊 你是不是和黎玉清早就有一腿了 就在这里等着我呢 你去转告黎玉清 让她亲自来对我说 既然是她先出轨 除非把她名下所有财产给我 不然我不会签字的 说完 谢威就将乔乔递给她的离婚鞋一丝了 接着一仰手 抛洒在了空中 听了谢威的话 于昊眼睛一亮 可接下来 乔乔的话 却给了他们迎头一击 来 你不是想见玉清哥 让她亲自跟你说吗 你跟我来 说完 乔乔转过身 对着母亲鞠了一躬 伯母放下你 我会处理好接下来的事情的 接着 我就看见乔乔一把扯过谢威的手腕 抓着她往前走 于昊则跟在他们身后追赶 你疯了吧 你要带我去哪里 谢威试着挣脱乔乔 紧紧抓着她的手腕 却一点也挣脱不开 反倒将自己的手腕 弄出一圈红痕 你知不知道很痛 乔乔只冷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 按下了电梯 带着谢威直奔目的地 你不是要见玉清哥吗 诺 她就在这里 你自己去看 乔乔到了目的地 然后一把将身边的谢威 推向前面 谢威亮亮呛呛地 扑倒了她面前的床上 有些难以置信 这 这下面不是黎玉清吧 你一定是为了吓我 谢威双手紧紧抓住床上的白布 转过头去瞪着乔乔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自己打开看看就是了 乔乔对着她嘲讽一笑 看着眼前依旧自欺欺人的谢威 只觉得她蠢到外太空去了 谢威听了乔乔的话 心里仍旧保留着一丝期望 手哆哆嗦嗦地捏起了白布的一角 慢慢揭开 不过 让她失望了 被白布遮盖着的遗体 就是我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遗体 唇色乌青发黑 脸颊上有多处划伤 看上去倒是有些丑 距离我的事实已经几天了 我现在也能平静地 接受这一事实 只是 谢威 你现在这一副悲伤的表情 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看着谢威的眼泪 滴落在我的遗体上 我看着她 想要小心翼翼地触碰我的脸颊 缺一把被乔乔抓住 你不配碰她 你忘了吗 当初是你把她一个人丢在车里的 乔乔的话 像是唤醒了谢威的神志 她颤颤巍巍地抬起头 我没有 这一定是你们在骗我 李玉清 李玉清她根本没有死对不对 乔乔冷静地 看着谢威在这里发疯 不懈地扯了扯嘴角 李玉清已经死了 是被你和你的小亲人余号 一起害死的 说完 扯着谢威的头发 拽着她来到我的床前 掀开被白布遮盖住的我的腿 那里只见一处凹陷 我虽然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在看到真实情况的时候 依旧有些难过 看到了吗 李玉清的腿 为了救你卡在了变形的车缝间 悄悄流下了眼泪 哽咽着 她本来是有机会活下去的 可她救了你 你却把她一个人抛下 导致她失血过多 入院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可那时候你在哪里 你在陪着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的余号 乔乔的手指向门口 只见余号此时已经被眼前的场景 吓得哆哆嗦嗦地蹲了下来 我跟你讲 你们两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自从那天乔乔将真相揭露出来 谢威就像疯了一样 乔乔再次递过来的离婚协议 也被谢威拒签 乔乔只好选择了诉讼手段 同时 她还将罪嫁的余号一同告上了法院 威威 我求求你 签了离婚协议吧 我还不想坐牢 我看着余号跪坐在床前 握着谢威的手恳求道 浩哥 你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谢威抬起了眼朦胧的双眼 盯着余号 只想要一个答案 我们没错 都怪黎玉清 是他 是他抢走了你 余号咬牙切齿地回答着 这一段时间乔乔积极收集证据 已经向法院递交申请 最近为了应付这些事情 余号整个人头昏脑账 威威 你去告诉乔乔 只要他撤诉 你就去签离婚协议 好吗 然后我们就结婚 我看着余号一步步引诱谢威 想要骗取谢威的信任 见到了谢威那天 在我遗体前痛哭的身影 我本来还对他残留一丝希望 可现实却是 他紧紧只愣了一下 然后还是迟疑地点点头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之后好好过日子 谢威将头靠在了余号的肩膀上 脸上挂上了甜蜜的微笑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余号的表情变得贪婪起来 离婚协议我签好了 你们可以放过余号了吧 谢威放下笔 将协议推回到乔乔身前 乔乔看着谢威的眼神充满疑惑 什么意思 余号害死了郁青哥 你还要为他脱罪吗 谢威抿了抿唇 握住身边余号的手 我准备和余号结婚了 我肯定不会让他坐牢的 余号也在一旁 深情款款地看着谢威 威威你真好 看着两个人做作的表演 乔乔痴笑一声 那你们两个 就一起去监狱里 做一对苦命鸳鸯吧 余号罪嫁这件事 不用我去告他 警察调查清楚了 照样也会找他 乔乔收起了谢威 签好字的离婚报告 转身就走 临走前放话 谢威 我提醒你一下 若是你还有脑子 你最好仔细问问你身边的人 他当年为什么离开你 现在又为什么会回来 说完 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托谢威现在一心 只有余号的福 他并没有深究 离婚协议的赔偿内容 我名下的所有财产 在乔乔的帮助下 全部回到了我妈手里 而谢威 则近身出户 而关于于昊 回来的相关内幕 不知道等到谢威 知道的时候 表情会这么样 我现在倒是很期待 果然 在听到乔乔给他的忠告后 谢威眼神疑惑地 转向了于昊 昊哥 所以你当初 为什么会丢下我一个人 在民政局面前 谢威纠结地 扣着自己的手指 最终还是问出 自己心里的疑惑 喂喂 我当时是被逼走的 于昊苦笑了两声 你知道的 我爸是个毒鬼 他借了高利贷 那群人威胁我 让我还钱 不然就要拿我的手 去抵债 我不想连累你 才走了 于昊牵起谢威的手 贴在自己的脸上 声泪俱下地描述着 我现在实在是 没有办法抵挡住 自己对你的思念 这才偷偷逃回国的 谢威对着于昊 一向心软 此时见着于昊的样子 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浩哥 你现在还缺多少钱 我给你 谢威回握住于昊的手 摸了摸他的脸 心疼地说道 一百万 喂喂 你真的愿意帮我付钱吗 谢威听到如此大的金额 一下子就愣住了 喂喂 你会帮我的对吧 我看着谢威为难的 神色倾笑 于昊根本不了解谢威 谢威从小就过着 养尊处优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 只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 要让他拿出十几万来 还是可能的 一百万他是绝对 没有这么多钱的 可是 我没有那么多钱 谢威为难的 想要抽出被于昊 紧紧握住的双手 却怎么也抽不出来 喂喂 我只有你了 求求你了 你知道的 黎玉清绝对能拿出来 那么多钱 你去求求他妈 他妈知道他那么喜欢你 肯定会给你钱的 谢威面色震惊地 看着于昊 不敢相信于昊说的话 于昊 你什么意思 喂喂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我真的不想再次离开你了 我看着谢威 再次露出那种 难以抉择的表情 我就知道 他又决定帮助于昊了 我是不会找黎玉清他妈 借钱的 你放心 我会努力凑钱给你的 等你还完钱 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谢威吐了一口气 伸手握住了于昊的手 甜蜜地笑了 他自然也就错过了 于昊眼底的那一丝阴影 谢威在外面 努力找人筹钱 而于昊躲在我家安稳度日的第三天 就被带着房产证 上门来讨回房子的乔乔找了上门 你们什么意思 这房子是黎玉清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 在被乔乔身边 跟着的保安赶出门的时候 谢威正努力护下 之前用我的银行卡购买的名牌服饰 乔乔看着他 眼前的狼狈模样 轻哼一声 这套房产 目前还没过户到你的名下 它是玉清哥的私有财产 请你尽早搬离 不然的话 我可就要动用法律手段了 说完 乔乔就将一张法律传单 递到了谢威面前 谢威发了疯一样的 厮捨那份传单 我不管 黎玉清说了 这是给我的 你们谁都不能动 于昊也忽在谢威身前 对着乔乔说道 乔乔 我警告你 不要这么嚣张 瞧瞧看着他这副样子 轻蔑一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干了什么迫事吗 只有谢威这种傻子 才会心甘情愿地被你骗 说完 冲身后的安保人员 指了指谢威和于昊两个人 给我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两个被赶出了家门 谢威只能带着于昊 勉勉强强地住进了 他原来的单人公寓中 忍受着和各类人群合住的痛苦 于昊前几天还想着怂恿谢威 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 这一下可是完全没有办法了 不过几天时间 便有一伙人摸到了谢威和于昊 两人现在的住处 我看着他们 拿着锋利的踢骨刀 抵在于昊的手上 要么还钱 要么留下一只手 不要 求求你们 饶了我 我 我还有个女朋友 我愿意将她卖给你们 我看着刚刚进门的谢威 就这样莫名其妙 被那群人绑了起来 嘴里最后还乌咽着 想让于昊救救他 我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从满脸西迹 转到听见于昊的声音后 变得不可置信 于昊 于昊你 怎么能这个样子 我都是为了你 结果你 我 我看着谢威的嘴 被堵伤带走 想也知道 他不会有多好的结局 而于昊 此时则贪坐在地下 为自己的逃脱而感到庆幸 可是 他不知道的是 那一群人 只是悄悄找来演戏的人 当天晚上 谢威就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家里 只是这一次 谢威不再是满心欢喜地迎接于昊 他带着满腔怨气与怒火 回到了那个小小的房间之中 于昊看着谢威的脸 害怕地求饶 威威 你没事 真的太好了 你根本不知道 我有多想你 可惜 现在的谢威 再也不相信他的话语 谢威拿着汽油桶 泼向了于昊 你骗我 你又骗我 这次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谢威笑得甚人 他歪着头 看向于昊 你说 在爆炸的时候 李玉清是不是很疼啊 哈哈哈哈 你想不想也尝一尝这样的滋味 于昊感觉到 谢威的精神状态 已经不太正常 在死亡面前 他再也装不下去 一脚上去踹翻谢威 怒骂着 你这个疯婆子 去死吧 要不是你 李玉清怎么会死 都是你这个蠢货 说完 于昊一把夺过谢威手里 剩下的汽油 泼洒在了他的身上 既然这样 你就背负着我的债务 代替我去死吧 也算是实现 你最后的价值了 于昊吃笑一声 掏出口袋里的打火机 点燃了一支烟 然后 转过身 将烟扔到了 沾满汽油的谢威身上 火 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紧接着 我就看到 已经变成火人的谢威 站了起身 扑向于昊 哎呀呀 你这个疯子 无论于昊怎么击打谢威 依旧难以挣脱他 两个人就这样抱在一起 一同陷入橘黄色的火光之中 在明临暗暗 以及众人大喊着救火的声音中 我终于得到了解脱 我的灵魂彻底摆脱了 我飘得越来越远 来到了母亲身边 我看着乔乔为母亲 办理了出院手续 看着他们 来到我的墓前祭祀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 人类的渺小 看着母亲 并编心生的白发 我心头涌上 一阵酸涩 我想为母亲 梳理她凌乱的发丝 却无能为力 只能借着一阵清风 表达我的感情 我一遍又一遍 为母亲 整理着她的发丝 我看着她 像是有所感受一样 看向我所在的方向 轻轻叹了一口气 眼中饱含泪水 脸上却又挂着一丝笑容 她嘴唇微动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是 我知道 她是在劝我离去 她说 欲轻 快些开启新的生活吧 在母亲的祝福里 我的灵魂越变越轻 也逐渐变得透明起来 我感觉自己的记忆 正在模糊 我开口 妈妈 再见 接着 就好像化作了一缕清风 彻底消失在这片天地